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首先看一下这张图片 那这个的话是咱们单总线的系统总线 那么很多同学会对这个单总线是一个误解 就是他认为单总线嘛 那他只有一条线 那些不是的 他不只有一条线 准确的讲应该是什么呢 他有一套线 那么这一套线包括什么呢 包括地址总线 数据总线 控制总线 那这三根线必须怎么样 必须配合起来 配套使用 这样的话我们称之为一个什么呢 一个单总线 OK 地址总线传地址 数据总线传数据 控制总线传控制信息 所以呢 只有这个C选项 系统信息 不是在咱们这个总线上面传送的 所以这套题正确答案呢 选择C选项 这套题讲解结束